食道癌早期七个信号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刘贵生 陕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人医师 临床上我们一般把食道癌分为 早期食管癌和进展期食管癌 进展期食管癌往往指的是 有典型临床表现的食管癌 那么它的主要临床表现 最典型的就是通院困难 尤其是进行性的通院困难 伴有咽下疼痛 甚至出现了消化道出血 或者不能进食 那么这些食管癌 做微镜检查的话 往往提示食管腔里头明显的一些病变 所以说是相对比较晚的 对早期食管癌 其实往往早期临床表现 是非常非常不典型的 有些病人可能仅仅表现为 进食过程中通院的不适感 大多数病人是我们在微镜检查过程中 看到食管下段或者食管局部粘膜 有发红或者有颗粒药增生等等 现在随着关于食管癌跟胃癌早期诊断 技术的越来越提高 我们绝大多数的食管癌是没有表现的 但是对有一些高危的病人 比如说长期有这个进食过烫的食物 我们近期做微镜检查 是发现早期食管癌唯一可靠的方法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